他是在运步找到他的那个 机器的那个 买一个机器啦 机器坏掉了之后需要资金啦 后来请你会给他对不对 这都是诈骗的啦相信我 这名妇人在警局内吱吱呜 向远警解释半天 但讲都讲不清楚 就马上被远警打断 直说这就是诈骗 假恋爱真诈财的老梗又在线了 这名妇人时候上午 急急忙忙跑到卢竹区的渣打银行 打算汇款5000欧元至外国账户 行员马上通知警方到场 经询问富人是要汇钱给他 在脸书上认识的一名网友 说两人维持了假恋爱关系 长达半年 这名网友说自己在印度工作 是某公司的作业员 但最近操作的机器坏掉了 急需要一笔钱来做更换 又谎称自己在海外工作无法汇款 才会请蜜糖情人帮忙 索性警方到场后 马上阻止才避免富人上当受骗 诈骗网友甚至还承诺富人 回台跟他见面之前 就把钱全数还给他 以蜜糖等甜言蜜语取信富人 现代人网路交友频繁 这种假恋爱真诈财的诈骗 层出不穷 警方也表示之前就受理过相似案件 之前就有一个是这样的 也是说他的生意上手手很紧 希望因为机器坏掉了 希望你会笔资金给他修完这个机器 我可以带你回我们派出所 查这个账号已经被警示过了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诈骗 老梗一再出现 警方呼吁民众在网路交友时 应该要更加谨慎 别让自己辛苦赚取的荷包 白白赔给一次都没见过面的网路情人 记者临终镇赵佩宇桃源报导